没有信仰你就会 信仰在金钱上 感情上 地位上 或是要别人尊重你 如何如何 那你会很痛苦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如果哪一天你看到别人 很奇怪 你更要生起悲心 因为好可惜哦 他没有信仰 就没有这个力量 来净化自己 那我们有信仰的人 就算这个人快往生了 乃至自己要往生了 你虔诚念阿弥陀佛 能不能往生净土 因为我们有信仰 而且这样的信仰 是一个理性的信仰 而不是光听人家说 所以成为一个佛教徒 很幸运 是因为我们听到了真相 而不是别人编一个给你看 真相 所以我们昨天皈依了 真实的皈依 世间的神也好 世间的名望也好 基本上都不是究竟的 皈依的对象 因为他们还在变化无常 甚至自己都还在轮回的状态 那不是我们究竟皈依的对象 所以我们能够皈依到 诸佛菩萨 他已经挣得圆满的空性 对我们有圆满的悲心 跟能力来帮助我们 各位就要这样去 齐请 所以像我自己是每天都会骑请 连化身大使 没有间断 而且我也自己相信 我的很多师父 都是连化身大使的化身 显现成人的形象 来引导我 学佛 所以对我来讲 我有一个特点 因为这样以后 我心里永远都很安定 平静 也没有什么 想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加持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学佛人 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你的内心就会保持一个 寂静的状态 然后这个寂静的状态 是让你更有能力去服务众生 因为你心情不好 其心动念 那你脸色就不好看了 讲话就很难听了 然后你也不能给别人一个安定 所以你要给别人安定 首先你要安定 然后希望对方可以找到他的安定 每天至少能够齐请连化身大使 那这么多诸佛菩萨 为什么要光讲连化身大使呢 这是因为这个时代 已经没道理可言了 叫末法 以前你做过道德的人 好人 你会碰到好朋友 你会觉得过得很好 现在你很道德 你会很孤独的 你会很痛苦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平静的心去接受 你明明对对方很好 对方会很无理取闹的去上海 等等等等 就像我们在做焉供一样 早上各位在做 哇 上面好香啊 我就很兴奋了 那么少 但是隔壁呢 好臭啊 最好打电话给警察 但是所以在这一点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那我就会也齐请诸佛菩萨 让闻到的部分种族宗教的人 也升起一个佛性 一个善根 也希望我们这种悲心 并不是我们喜欢闻这个味道 而是这个味道 可以让诸佛 可以让众生欢喜 然后这个味道里面有法 各位念了 不懂佛行咒 欺佛如来 然后呢 又念了要诗咒 他们可以离开饥渴 离开病苦 念了辩诗咒 可以让他们恶鬼胜天 不但如此 可以善供下世 诸佛欢喜 天人啊 修罗道 都可以得到一个功德 善恶道可以抵苦 各位有念破地狱真缘 知己如来心 破地狱咒 然后所有的功德啊 都可以融入到 大中小地狱 就是这样 就像你闻到那个 燕共的时候 那里面的慈悲智慧 完全融入在众生身上 那你要这样去观想 而且相信 所以 这是我希望各位就多念 因为现在这个末法障碍多啊 是连化身大事的传记授记 当这个世界有铁鸟啊 当人类都在追求那种 就像手机的 这个时候是一个很纷争乱象 连出家人都会 做得很不圆满 这个世界真理是孤独的 这个时候在特别障碍的时候 然后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显现 一些连化身大事 就像在西藏 赤松德战国王 要盖一个寺庙 都有很大的障碍 人反对啊 鬼神魔鬼都反对 要盖一个很简单的寺庙 为什么反对的力量这么大 所以那个时候属于 圆满菩提心的疾护法师 他说 虽然他有菩提心 但是他没办法降服 这些人跟魔的障碍 就请赤松德战国王 要去请印度的 这位秘宙大师 显现神通 威德 他是佛陀的世界 能够请过来 就可以降服吧 所以在目前这个社会 可能就是 各位要能够去对峙这些逆境 那你要在孤独里面前进 那就要有这个 很强烈的价值 特别连化身大事 他是两个相合一 比如说 我们佛陀这个叫极境相 就像观音菩萨 十一面观音 前面白色的脸叫极境相 但是呢 十一个头上面有了愤怒相 那连化身大师这个脸 他所显现的是 他的眼睛是有愤怒相 但他的脸是婴儿相 而且连化身大师显现的是 所有所谓在家跟出家的整合体 他身上有国王的衣服 解脱的衣服 菩萨的衣服 密宙师的衣服 都在他身上 他就是一个诸佛菩萨 总集的力量 那你要虔诚的去齐情 所以当然我这样讲 就像一个女人 她很快乐 为什么老公很爱我 这样就好了 她就觉得 她内心很快乐 那我们修行的人 你内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医子 对你来讲 在痛苦的轮回 那你都有人在守护你 在欲望的境界 你也不会颠倒 因为连化身大师说 他就像母亲一样的 拥抱着我们 引导着我们 那你内心平不平静 你就很平静 所以我在这边说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内心 不是很平静的人 那你一定要加强你的信仰的力量 当然你可以拜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 或某某的法师 都可以 那个点你要有 那只是说 如果你发觉很多难题 你都没办法克服 那你可以齐情连化身大师 那有些人喜欢齐情度母 度母 度也是一种脱离痛苦 让身心自在 脱离轮回 那当然就菩萨道而言 那每一个法门你都要了解 因为你要介绍给别人 但是就你个人而言 你一定要有一个专的 你认为哪一个 这是你的经验 比如说我经常去外面 碰到很多障碍 那我就会一直念 连死心众 突然就会解决了 几场不发钱了 过关了 那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要不要累劫的因缘 所谓累劫的因缘是 那我过去是 跟年华生大师 有很强烈的信心跟因缘 所以我念起来就力量大一点 就像你有你的妈妈 我有我的妈妈 但是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找出那一个点 如果你没找出那一个点 你就会很容易去依靠这个世间的 就像一个痛苦的人 赶快去吸毒 吸毒以后那就不痛苦 问题是更痛苦在他后面 那世间人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信仰 或是一个理性的信仰 那非理性的信仰反而会造成冲突 那我们很有福报 我们这个信仰是圆满的智慧 慈悲 真理的 所以佛陀叫圆满觉悟者 的信仰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找到这个点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这个末法不可能 不可能把你们打一打 切成肉这样 你都还在贪嗔痴 因为你认为贪嗔痴 就是你自己 你根本不会改变 为什么叫末法 末法就是 现代的人 他已经看不到自己 看不到真相 所以叫末法 这个就像蜡烛 已经沉到水里面 看不到光 所以你要给他讲 这个对对错错 那算了 你还不如跟自己说穿 但是信仰 这个力量 就不可思议 所以我想你要跟一个人 讲阿弥陀佛如何庄严 然后世间是幻化的 有时候很多法师 刚出家的时候 很认真讲 讲到后来 每个都躲到山里面去 他说没有用 那我就跟他说 没有用更不能退转 对不对 所以 那你只要尽力就好 因为你靠着信仰 信心 就像各位在做研究 刚刚在念变事中 我们有信仰的 太慈悲了 太慈悲了 在德国地区 欧洲地区 有一群人慈悲的 在私事甘露 让人类得健康 效益 让天神欢喜 让恶鬼离苦 所以我每次坐飞机 有各种国家的人在上面 我都会掩满念一遍 甘露死死 慈悲严供 钥匙严供 我不会在飞机上点箱的 不需要的 因为你已经累积这个资粮 这个资粮在你心里面了 所以各位 你布施了一百块 这个功德 你随时可以回向给别人了 但是那个时候 虽然这个外国人 不同种族的 我可以靠我这个信心 信仰的力量 把这个功德给他们 消除他们的业障 他们身上的冤金在座 我们虽然吃树 他在吃肉 也超度那个动物 飞机喷出来的气 都变成烟供 飞机上面的光 都变成佛光 那我想各位 如果你有这个信仰 心里快不快乐 快乐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 无聊 坐三个钟头 睡也睡不着 隔壁要来一个 有皮肤有味道的 然后怎么办 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所以当你闻到 看到什么样的人 你就要对所有这样的人 产生悲心 一己一切 那各位你要 所以如果你问我修行 怎么去 它就是一种转念 转 好的不好的 任何的 都可以转为修行的助缘 慈悲的助缘 开悟的助缘 那你要这样去 去学 去帮助众生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很认真的齐情 我讲这个 如果说你儿子在生病 你会觉得很担心 但是 对这个事情 你没有担心 只有尽力 差就差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执着的担心 代表你要小心 因为你这个担心 去讲的话 反而会伤害对方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执着的 去关心对方 这个只有让你尽力 产生更大的悲心 做功德 所以到底是担心 还是悲心 你要分清楚 那如果你因为执着的担心 代表你没有空性 那个时候 你就应该要祈求你的信仰 让你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心 然后你才能够对他慈悲 不然你就去跟他吵架 骂他 所以各位特别跟你有缘的 爸爸妈妈 儿女 先生太太 那就是你的执着点 担心点 这一点 所谓短期出家 希望各位也有长期出家的心 代表心态 你来参加以后 你千万不要再用一种担心 执着去面对你的人事物 那不然你就像一个 一个女孩子 去爱上别人的老公 你看他多痛苦啊 就像印度人很喜欢 他们两个要结婚 爸爸妈妈反对 他们就很喜欢自杀 因为唯有自杀 可以解决他们的痛苦 因为他们没办法结婚 那那个心态 会让他们做出一个 非常不好的动作 也就是说各位你要去关心别人 如果你自己有这个起心动念 很容易生气 担心 那这两天我就给各位一个标志 敬语 你就不要讲话就算了 因为你讲出来的话呢 会伤害到别人 可能你是一个好心呢 但是你变成一个啰嗦 一个麻烦 所以在这一点 那你要去分别你自己 你自己是在什么心态 去做这个事情 去讲这个话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经常做 甘露事事严供 众生等你那么久 你终于来了 有的吃 他也知道你会 像我们这个衣服都有严供味了 衣服也都是严供的味道 这也是我的方法 严供 所以我认为修行 特别行菩萨道要 胆大心细 所以各位 做还是要做 但是你要很平静 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能够利益众生 当然修菩萨道 所以你要有一个很大的信仰 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可以让你超越 那个障碍困境 很不可思议的 就像有一次我在美国白宫 我也那时候第一次 哇这些书 有一个警察 骑脚踏车 跟我很久了 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下来 很严格的 请问你那边是什么 美国人他不会马上转 他给你问得很清楚 对不对 我只好跟他解释得很清楚 他说你这个意思是说心是好的 但是很危险 随时会被抓起来的 因为人家以为你在喷什么毒液 所以我跟他解释还打开 喝给他看 我怕他不相信 因为他脸很严肃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一定 在美国警察那么多 就他愿意听我讲 然后他听一听 有道理 这是很严肃 因为他不能 在信仰上 他不会认懂 他心里觉得你这个是有道理 但是很危险 所以我跟他解释得很清楚 当然功德也一直回想给他 嘴巴 抽一个英文 跟他讲一讲 但是也要一直回想给他 不要把我抓起来 穿这个抓起来不好看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信仰就很重要 你要一直起请佛菩萨 那至少我做完了 做完了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警察说 那好了 我打开 我全部倒到水里面了 我就全部把它倒掉 至少我还倒出来了 跟众生说 来吧 一起在这边喝吧 所以 那当然你要利用各种状况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一个行菩萨道 你想要去关心众生 那个状况太多了 多到你没有办法去 但是你不能起心动 你要很冷静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如果你有很强烈的执着或脾气 那这下问题一个完蛋了 你反而事情处理不好 连找你麻烦的人 你都要杜达 因为这是个缘分 就像有一次去美国出关 天上贴了一两块纱布 因为天天喷喷喷喷 酸了 天那个 他们以为我身上有炸弹 因为那个有化学药品 然后叫我 给我签名 讲了一大堆 腿打开 就像这样 找了几个人围着我 但是那时候我想说 好吧 你们摸到我了 因为你们摸到解脱 摸清一点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跟他的缘分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顺也好 逆也好 那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 你要认为 愿你接触我得解脱 愿你骂我得解脱 你要很平静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达到 根本我们就不容易达到 在这个末法 所以你一定要齐请这个信仰点 特别是莲花生大使的价值 联师行作 奥阿奉 奥阿奉 奥扎古鲁 奥马斯特奉 奥阿奉 奥扎古鲁 奥马斯特奉 奥阿奉 奥扎古鲁 奥马斯特奉 那当然 每一个字 它都有一个意义在这里面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意义 然后呢 再加上你在念的时候 就会产生那种利益众生的力量 比如说奥阿奉 它就是让所有众生脱离地狱 鬼道 出生道 叫奥阿奉 所谓奥阿奉 就是帮助友情 断除他内心的贪嗔痴 所谓奥阿奉 就是齐请诸佛菩萨的金刚身 诸佛菩萨的金刚语 跟诸佛菩萨的金刚心 来加持众生 就把一个凡夫众生 转化为 像诸佛菩萨一样的金刚身口语 这五个字 那就是断除众生的五趣轮回 一般把阿修罗道 分到每一个道都有阿修罗道 所以地狱鬼道 出生道 天道 让他们脱离五趣轮回 那众生为什么会在轮回里面呢 因为众生有五毒烦恼 贪嗔痴慢 以及嫉妒这个五毒烦恼 所以你念这个 断除众生的 无趣的轮回 无毒烦恼 让众生开发五方佛的智慧 五种智慧 让所有轮回众生 能够随意的往生 五方佛净土 那大概简单的意思 但是各位 如果你详细了解 在网络上书里面 光这个咒语的表法 那整本书的 但是整个来说 就是说 小秤的功德 大秤的功德 密秤的功德 都在这个 总和里面 所以连是说 你每天能够念个 二十一遍 乃至七遍 你生生世世 不堕落伤恶道 等等 那我想站在 金刚秤 有时候他叫 为什么叫 一辈子修一个本尊 因为他听完这个 你有这个信心 那你完全去修 那你就会通达 所有一切吧 并不是说 我修这个 那其他我不要修 因为你修这个 入这个门 就像这个大点 你从窗户 从哪里进 你只要进来了 每一个门你都通的 所以他们呢 有时候就会先这样 专修 专修一 成就了 那对每一个都 方法都一样的 这是因为形象 那是方便不一样 但是这一点 那当然各位 一二三 慢慢去圆满 如果你有 经过灌顶的 你还要这样观想 你变成莲花生大事 声音变成莲食的声音 心跟莲食的控制 完全合为一体 就声口意 完全变成莲花生大事 那这个世界的众生 也慢慢被你转化 都变成莲花生大事 而且这个世界 都变成莲食的净土 就像我们 你阿弥陀佛一样 而且能够 刚刚讲了 帮助众生 脱离贪 尘吃三恶道 让他声口意净化 让他成就了 诸佛菩萨的声口意 让他圆满了 佛菩萨的智慧 和得生净土 将来也成佛 那当然 你要加入这个观修 观修 当你在念的时候 就一直就像 今天那边有火 那你在喷 喷 那你知道你喷这个灭火气 就是把那个火消除掉了 你就一直的 不停止的喷 那这个动机就不停止 在灭除对方的苦 特别这个人 这个起心动念 乱七八糟 很坏 那这很脆弱 那这个人快跳楼自杀了 我也是这样念 很虔诚的转化他的心 虽然警察在跟他对峙 有时候我会看那个直播 然后我就一直念一直念 那去转化了心 他终于放下 他自杀的念头 然后就走了 这个并不是说 那是你的功德 因为你至少加入这个祖缘了 这个就是佛教解决事情的方法 那你千万 所以我永远讲这句话 来 只有悲心 不要担心 那这个不圆满的境界 就让你产生一个圆满的心 这比较重要 至于你念了老半天 他还是跳了 他可能就往生进度了吧 因为你尽力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为了这个事情去烦恼 念了半天还跳 我不要念了 那不是跟你跟对方说法 叫他不要生气 他还是生气 那你就永远不修佛教了 不是这个意思 他至少减低了很多 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自杀了 但是所有的境界都是你努力的助援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种悲心 信心 骗及一切处 去替他们观想 就像我 我看最近很多人喜欢看足球踢来踢去 然后我就观想 那个足球是如意宝足 然后这边是连事 然后看的人各个都是在修行 就像他们在打麻将 所以金刚秤的一个很重要 叫清静观 你不能把肮脏的东西当作肮脏 肮脏的东西都是清静的 所以他们在打麻将 哇 这个修仪轨 做坦诚 哇 这个可认真 你一定要转化 你不能被世间的东西 就这样拉去 那代表是你心不干净 如果你用一个不好的心态 那你可能会自杀吧 会很痛苦吧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各位 这个转化不但可以安顿你自己 又可以真实转化对方 因为三宝的力量不可示意 再加上你的三根力 所以修行就是要安 能够自安慰 又能够安慰对方 就是不能让自己烦恼 所以一起烦恼 你就要念佛 所以你就要转念 转繁心 繁心就是痛苦 转佛心 转妄念 为佛念 那你要怎么念都没关系 当然对方提醒你 比如说各位这一次夫妻来 参加参加回去 你还是发飙 那发飙 做老公的 师父讲你怎么发飙 你讲这样他更发飙 那你就 那就好 求佛复杀 加持他 一直念 因为你念的不够 你再念久一点 那就OK了 你就一直加持他 他总会转变 所以你这样你自己也安定 然后佛力会加 对方也会生起一个惭愧心 因为你要想起 这个阳光一精彩 照酒总会发热 所以再大的逆经 这让我们更尽力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各位从今天开始 不要烦恼 烦恼多余的 你还不如拿这个来念佛 阿弥陀佛 所以甚至各位做焉供 我们也不知道 焉供力量能够有多大 但是你提醒连事 等于连事在做焉供 连事在供水 连事在帮助对方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转化 我们的力量有限 但是诸佛菩萨 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有个好处是 你不会我判 一个人是我的力量 那事情就糟糕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 什么叫邪施呢 邪施的意思 拜我就好 拜我 那我们不是 我们是凡夫 这个是虚幻的 但是一切都是三宝的价值 一切都是上司的价值 这样会让你自己更谦虚 但是如果你想用你的观念 去强压对方的观念 那你们两个变来变去 特别男人 对对错错 我说你们两个不要聊天了 你也活了 这也不接受你 你也不接受他 两根子里面很没意义 因为你要用你自己的想法 去压对方 那你还在打仗呢 那就不需要了 那这样的时候 你的想法已经超过了 三宝的想法了 这个叫狂妄 那所以这一点 当然所谓的智慧 就是各位你要 时时刻刻 祈求三宝加持 让我知道对跟错 哪一天这个法已经入心了 那你就算一个开悟的人 至少叫正出国了 那么就称了 对对错错 你非常清楚 那你在这个轮回的过程 就不容易走错路了 就想说 那有些人连错都认为对 那就没办法跟他谈了 所以各位讲话一样 他硬要说他对 然后就去 去跟你吵架 那你要同情他 他已经 已经有一点妄想 无名了 所以因为他没有看到真相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我们 收报官在戒 来自短期出家 这个戒 目的是要让你心 先能够安住 要定 你能够抓住你的心 抓住你的心以后 让你去看清楚 对对错错 什么是永恒的 什么是假的 这一点你要看清楚 看清楚以后 你就不需要为这个假的东西 虚幻的 变化的 去起心动力 所以我想 死亡 早死 晚死都会 分开 早晚都会分开 那今天 本来是三天以后再分开 那现在今天就要叫你 跟他分开 那你就会接受吧 因为 这个也没什么 这个是 事情到最后一定如此 死亡是必然的 那这些各位要 经常去 去思维 也就是说 你现在在这个世间 到底有什么事情 你还是看不开 放不下 还有所求的 还想去抓住的 会让你很痛苦的 那这个时候 有时候你看不错 所以你要齐情 连丝的加持 那加持让你 用连丝的眼睛 去看世界 用观音菩萨的眼睛 去看世界 这样可以 所以就像刚刚讲 经常念佛 诵经持咒的人 你的舌头 不是你自己 如果你用你的舌头 去讲是非 去骂人 那你又恢复反复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 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代表 出家人代表三宝 走路 吃饭 别人都会以 三宝的尺度 来要求我们 对不对 师父你怎么可以这样 师父你怎么可以那样 所以我讲 各位在这一点 那你要有个正念 那我今天我在修行 我是三宝弟子 我皈依了 我受无解了 那就像八观哲戒一样 有这个鬼犯在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那你要符合这个鬼犯 但是千万记住 也不要用这个鬼犯的尺度 去鬼犯别人 因为我们只能对 不了解鬼犯的人 不了解法的人 生起同情悲心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你要祈求三宝的加持 回向给他 转化他 所以这样也可以转化你 你就不会恨对方 讨厌对方 你在做的过程里面 还要念这个祈愿文 就是说希望这些顺言成就 逆言不要生起 希望国一国之间 希望生病的人 希望修行 像今天上午 我们终归的 祝祠仁波切 在藏地 全部的人 四百个 坐在草地 很漂亮 把我们修了一个 很大的眼光 所以等一下把片子 请给你们看 哇 很舒服的 坐在大草原 大家在那边 修阎共 这是我们的福报 所以喜欢把这个力量 融入 然后能够让他们也更好 世界都更好 每个人都发起充满 我认为各位就是说 佛菩萨你一定要供养 你不供养 佛菩萨不会高兴 对不对 并不是他需要我们供养 因为佛菩萨就 希望你相信我 对不对 得到我的功德 就像连华生大师说 你提醒他 他比你还高兴 他终于他的愿 可以在你身上成就 他可以帮得到你 所以我想生命的快乐 是我们可以帮助 那一只鱼要被杀了 我们可以把他救起来 他游回去 哇 我们好发喜 私比受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越提醒连师 连师越欢喜 你越相信他 连师越努力帮忙 消除违缘 那现在我要带各位念一下 尊圣佛母咒 为什么日本人在大淹水啊 听说死亡了 失踪了 已经超过一百人 所以他们又传片子给我看 我有很多人在屋顶上 所以带救援 意思是说将近整年的雨量在一两天就下完了 所以就造成很多措手不及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就要念尊圣佛母咒 观想那个水退掉 这个意思 或是念孔雀明王咒 希望不要再下雨 一方面水退掉 二方面不要下雨 当然尊圣佛母咒的功德是太多了 所以各位为了要帮助众生 什么样的法门可以对治众生什么样的痛苦 那你都要学 法门无量 寺院学 尊圣佛母咒 太多了 你晚上睡不着也要念 你晚上想要做好梦也要念 你看到那只动物 死掉了 你也要念 他就可以超度 你现在碰到水 这个水念尊圣佛母咒 马上变成甘露水 轨道都可以喝 你手上拿着米念尊圣佛母咒 变成黄金就洒出去了 所以各位你要修慈悲心 你要把尊圣陀罗尼金拿来看 看了以后就知道这个咒的功德 东土若无尊圣咒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如果没有尊圣佛母咒 三恶道众生超度不了的 所以五台山的最重要的咒 就是尊圣佛母咒 那这些你通常去了解 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样的去帮助 而且尊圣佛母咒也是一个长寿的咒语 所以我们叫长寿三本尊 长寿佛 尊圣佛母 白度母 所以可以让别人离苦得乐 那各位这上面有尊圣佛母的装影像 三个脸就代表最像他的事业 洗真怀猪的事业 他有八只手 最主要是右边的手拿到阿弥陀佛 尊圣佛母也引导众生往生净土 这个剑就是勾召别人过来 勾召别人来往生净土 所以念下面的尊圣佛母心咒 那藏人是念 那我们汉人是按照放文 放文这是两个字 而且还就像个重一样 但是藏人因为放文音又反到藏音 又不太一样 就像福建话跟广东话 意思一样 但是音不一样 那是重点 那是念头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这样念 希望世界各地的淹水 大水 赶快消除受伤的人 赶快好起来 短受的人赶快长受 死亡的人赶快脱离三二道 甚至我们刚刚做完药供 时时他们也得到尊圣佛母的引导 能够往生净土 特别各位念尊圣佛母做对天道很好 像前面有花 你在念尊圣佛母做的时候 就用这个花供养出天 然后这个天人看到花很漂亮 但是你念的尊圣佛母 这个天人除了得到一个欢喜 马上脱离天人下舵的痛苦 马上升更高的天 所以这是佛陀四线的 让天人升更高的天 天人就很欢喜 所以让人类可以得到各种业障的消除 满他的愿 有两种观想 一种是 我希望泰国日本水赶快退 以这个发心来念 念的时候你就很专心就好 你不用想 我们都说就专心念就好 那第二种做法 是你可以每念一个咒 就做一个这种起愿观修 那这个定力可能更强一点 那这两种都可以 但是念短咒因为它很短 所以你就没时间观修 但是你就专心 但专心最好在上面画个图 你的外表变成尊圣佛母 所以你的心变成尊圣佛母的 这个种子字 幻字 那就是像母亲的心 所有尊圣佛母的心愿 就在这个字里面 就像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一样 就像各位在念要师咒 要师佛的十二本愿 你在念咒的时候就显现出来 帮助对方脱离贫穷 有衣有穿 政治正切法 不立心 往生净土不退转等等 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的外表变尊圣佛母 你的声音 这个时候不是你的舌头 这个声音就是尊圣佛母的声音 在念 那心是尊圣佛母的本愿 然后呢 所以如果你去了解尊圣佛母的 这种利他的本愿 那你会很有信心去念 可以帮助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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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你的老公看到你都不讲话 躲远远的 你就把他买一件 他喜欢漂亮的衣服 给他念二十一遍 然后给他穿上 他就永远黏着你 所以佛法可以满足世间法 因为这样家庭和合 这样就可以慢慢学佛 所以这尊圣佛母 做的功德利益 那要了解 所以现在雨水不退 所以赶快念 要这个意思 那水还可以化成甘露 去帮助众生 所以来 愿意持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接得尊圣佛母 圆满功德 大水退掉 人类得救 往生者超度 Om Plung Soha Om Plung Soha Om Plung Soha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顾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爱 此外无未知 此外无知 此外无知 十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启动 为世人来祈祷 佛光有爱 同舟共济 佛地世间 为人无情 菩提善心 喜能佛境 借着圣母玛利亚 他的钻导 让上土的力量 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 谢谢所有的关心 我们陪伴我们度过 这困难的时期的人们 我们看到许多英雄 许多菩萨 就是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 耐心的驾驳变幻 人生的天赋 求你拯救那些因着新冠病毒去世的人 并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早日康复 抗疫之路 有我们同行 你是不会孤单的 我们也特别为世界国家来祈祷 尤其是执政者 求主赐给他们 睿智 远见 毅力 信心 相信医疗人员 政府部门 世界上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 只要以慈悲智慧来面对 互相帮忙 很容易的就度过这种难关 这世界呢 有一个不变的道理 就是它永恒在变化 不好的状况 有一天也会变好的 伤主请将病毒从地上烧出静静 用你的善心善念善行来转变眼前这个灾难 我们要发现我们的信仰 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我们的责任 今晚退远疫情早日平息 第一 第一 预复 一友情 一爱 一转变 一回复 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 我们要把勇气 乐趣 注入在我们的生活 每一人 不管是我们 八十五 无八 咱團結天性千涼 萬世一戰 请请我您 慈悲淋漓 赦受众生 视为我等祈愿所求 不要害怕 耶稣爱你 没有任何事情能胜过耶稣对你的爱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息于颠倒黑白的世界 如实自信依旧 清醒如水 与山水转 与世水转 与岸水转 宇宙水转 与山水转 与世水转 与岸水转 宇宙水转 非常感谢天主教的山佛喜基金会 还有佛光山 来共同举办 活出爱有您真好 这个系列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 应该说在过去 我们跟山佛喜书基主教 因为西民大师 他们两人的友好 友好的一小步 也促成了这个 宗教融合的一大步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跟天主教 一直有着非常好的友谊 那么过去曾经在佛光山 也举办过大家的路跑 也从佛光山跑到征服山 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 那么今年原本要举办 祈福之路 但是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 后来不得不作罢 但是呢 宗教界总希望 为这个社会 带来一些安利的力量 所以这段期间呢 由天主教 善国喜基金会 跟佛光山呢 又共同的攜手 来举办这一场的 活出爱 有名真好 不名思义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 多一点温暖 多一点鼓励 活出爱 透过各位 许多的这些 无论是神职人员 神户 甚至法师们 他们的助导 总希望带给社会 是一个祥和的力量 当然 在这几天当中 也可以看到许多的 社会贤达 这些知名的人士 他们也站出来 纷纷的替台湾 本面的大众 来打气 来加油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大朋友 都纷纷的跳出来 要向第一线的 请销人员 医护人员 说声谢谢 台湾的社会 因为有你们真好 也因此我想 这一系列的节目 我们都希望 透过短短的时间 既能够聆听到 每一位 这个对我们的祝福 以外呢 我们更能够也感受到 这个台湾是有爱的 我们透过这么多的人们 为我们来助导 相信台湾的疫情 能够尽快的过去 也希望大家迎来的 是一个喜悦的 是一个欢喜的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 一个新的社会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期间 尽管在家里 就当成是一个沉淀的机会 也是一个闭关 让我们自我内心 一个很好的时机 所以我们都希望 台湾更好 大家一起加油 我出爱 有您真好 在台湾目前 新冠疫情严峻的时期 连续十天的 跨宗教献上祈福 今天圆满告一段落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 天主的核心价值 却是一样的 就是 慈悲与爱 天主教常说 天主爱每一个人 天主是爱 哪里有爱 就看到天主的灵灾 面对疫情的困境和伤害 慈悲与爱 就是最好的解冒 人无法生天 我们要跟天和好 跟大自然和好 也要跟人和好 我们要依靠我们信奉的信仰 我们要谦卑 凡行 谦善 我们要努力寻求 走更好 更有意义的路 我们相信 我们所信奉的信仰 一定能够带我们走出困境 迎接一个充满爱的新世界 活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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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活出健康新生活 同岛里面联合抗疫 台湾加油 疫情警戒来到第二季 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了 宣布雙北防疫警戒 提升到三级警戒 各级学校统统停 各式的宗教寺庙 是暂时不开放入那一场 积极地跟宗教团体 请他们先暂停大型的宗教火 在下个礼拜一开始 要开始进行分动分层的上班模式 大幅使用的是视讯会议的方式 好 停止办理公开的活动 包括 跟宗教人们全部去 成功 有可能是主科场 有可能去南科场 现在尽量避免大家 一起跑来跑去 然后大高 营养的 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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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加快速 大型 大型 入攻 橙 e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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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只是台灣醫療 自己餵 台灣加油 有什麼啊 大學做未來 用愛修後災完 國民加油 台灣加油 有民生好 光華加油 一路愛 一路人員加油 跟上陪你一起發 一起樂 給你光 中 愛你的愛 充滿你心想 大家一起唱安 一起用愛守護台灣 活出愛有你真好 活出愛有你真好 疫情一定會過去的嘛 我們大家同舟共計 平安地躲過這一次的挑戰 我們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 然後放慢你的生活的腳步 回到自己的內心 成為你自己 彼此要分享 彼此要有信心 能夠互相得到支持 我們一起把善良傳令下去 我們也可以看到希望 最後大家一起達到那個重點 相信明天會更好 平安 正好 洗手 圓滿 知足 感恩 祈福 請大家加油哦 一起加油哦 台灣加油 抗疫加油 活出愛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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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大家平安 要做好防疫工作 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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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德 愛五行 也就是說 我們人要不分你我他 而要加油了 祝大家平安 大家好 大家吉祥 活出爱 由你身好 化宗教的献上祈福 不管是宗教 或是社会人士 都把最真心的祝福 来祈愿大家 能够在疫情里面 活出最好的自己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份心 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佛弥陀佛 活出爱 由您真好 活出爱 由您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世界发愿 喜福指出成菩提 生命便是 许你欢喜感恩每一天 生命便是 许你欢喜感恩每一天